云林县调查站调查林姓蒜头商等人 疑似囤货操控蒜架 导致蒜架飙涨从中牟利 挺寒蔡农林嘉兴甚至还发表了不自杀声明 今报有六个屯蒜的蒜商是立委的庄教 而民进导立委苏志芬就跳出来抨击 质疑调查站县府跟媒体联手黑英石商人 还点名调查站的皇室兄弟是不是充当张家打手 让原本蒜架上涨的生活议题增添了政治委 仓库内的货架上堆满一袋袋的蒜头 云林县调站货报有蒜商事先大量囤货 又在近期贩售时逐次垫高价格导致蒜价飙高 蔡农林嘉兴甚至发表不自杀声明 点名有六个囤蒜的蒜商是立委的庄教 他们到六七月才在出货 到底谁的心脏这么好 他们消息为什么这么灵光 林嘉兴直言蒜头事件从来不是外界看得这样 海口某庄角不经营农业 今年眼歌人买蒜 囤蒜 出蒜头 一个立委为了让庄角赚钱 不顾全国消费者的承担 以及农业公平正义 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有个立委跳出来 立委苏志芬正告调查局 查哄台算价再怎么样也轮不到灵性算伤 选择性的稽查才是最可恶的地方 点名皇室兄弟是否有充当张家打手 对此县调站特别针对皇室兄弟回应 因为哥哥是树凡组组长 弟弟正好是胡伟辖区的负责调查员 没有针对性 组长来分案 然后来指派外请学长来协助来查气 只是蒜头在9月初来到每公斤333元 比起去年同期每公斤123元高出将近三倍 到底是因为国外蒜头受疫情影响卡在海关 国内蒜头受雨灾影响收成而架高 还是有人刻意哄台价格 生活议题又演变成政治话题 记者中部送了报道